九匹马的赛事 角逐的是主席锦标 好了 闸门打开了 今天的重头戏新加坡二级赛 主席锦标是正式开跑了 三号的克林呢 现在暂时是掉后的 那在中间位置先上来的呢 就有二号的战胜 另外呢 是国王路易啊 接着在他的旁边有老十人 下来在外侧上来红色帽子 黄色彩衣的是太阳元帅 接着守在马群的中间的就有七号的巴哈纳 他是守在内篮的位置 大概是半个马位呢 在他的旁边有黄金出击 然后一个马位之后呢 是快一恩仇 跟着呢 就有新鲜事 目前暂时掉后的还是要后上的克林 他距离前面领放的参赛马呢 大概是有七个多马位的 现在前面呢 抢的一个半马位领放优势的呢 是老十人 跟在他的后面有太阳元帅 然后是战胜 再来呢 就是蓝色彩衣的国王路易 那另外呢 就有守在内篮的那是巴哈纳 他的旁边依然是黄金出击 跟着一个多马位之后呢 有快一恩仇 然后是新鲜事 还有克林 很快转入职程的时候呢 这一匹老十人还是在前面先领出大概一个马位 但是其他的马匹纷纷赶的上来 首先发起挑战攻势的呢 就是战胜啊 战胜先领出大概一个马位 接着我们再看看其他马匹冲上来的呢 就有快一恩仇 快一恩仇 然后旁边呢 是太阳元帅 战胜在内篮 快一恩仇的走势很好 快一恩仇啊 快一恩仇呢 最终是捧走了主席锦标 然后是太阳元帅 还有黄金出击 再来呢 就有二号的战胜 另外呢 有老十人国王路易 跟着呢 就有黄金出击之外呢 就还有克林 另外呢 是新鲜事 最后皮革终点的是巴哈纳 你好 哦 我 你